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哈 你们看 灰小子灰溜溜地逃走了 灰小子 走远一点吧 你们太过分了 走 我们离他们远点 那些家伙实在太讨厌了 这只雌白鹅和灰鹅从小一起长大 可谓是青梅竹马 因此长大后自然而然地结成了夫妻 可是这只白雌鹅嫁给了灰鹅后 不但没有提高灰鹅在鹅群里的地位 反而让自己也因此被鹅群孤立 哎哟 你们看 这是谁呀 这不是灰鹅太太吗 灰鹅太太 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地盘吗 这片池塘是大家的 什么时候变成你们的地盘了 你们看 她还不知道自己现在是谁呢 你现在是灰鹅太太 我们是不允许低下的灰鹅来这片池塘的 没错 我真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嫁给一只灰鹅呢 既然她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 那我们也没办法 灰鹅太太赶快离开我们的地盘 没错 要不你就离开灰鹅 要不你就离开这里 别跟她废话了 赶走她 说完 她拍打着翅膀 朝着紫白鹅发起攻击 其余的紫鹅也纷纷拍打着翅膀 跟着冲了过去 紫白鹅被对方狠狠地啄了一下 哎呀 好痛啊 哈哈 她跑掉了 灰鹅太太 以后别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你 你受伤了 她们欺负你了 我没事 不过她们真是太蛮狠不讲理 凭什么池塘里水草风貌的地方都是她们的 你不要生气了 其实这里也不错 虽然水少了点 但是环境很安静啊 但我可不想 我们的孩子以后也在这么小的水域生活 这里的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 啊 你说什么 我们的孩子 是的 我想我们应该有几个孩子了 真开心 老婆 真是辛苦你了 小宝宝们快出来了吧 你呀 真是心急 这才几天啊 她们哪能那么早就破壳出来呢 老婆 你可千万别太劳累啊 我知道的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暴窝孵蛋 四只毛茸茸的小鹅终于破壳而出了 家鹅是一种早成鸟 小鹅出生没多久后就能跟随爸爸妈妈到水里游泳觅食了 孩子们 走 爸爸带着你们去池塘玩 池塘 池塘是什么 那里好玩吗 我想那里一定非常好玩 等等我们 我们也要去 我们的孩子看来都是些调皮的小家伙啊 是啊 希望他们能够开开心心 健康地长大 孩子们 你们看 这里就是池塘 池塘 池塘 我来了 好漂亮的池塘 说着 众小鹅纷纷地跳进水里 一只小鹅将脑袋埋进水里 然后又钻出来 好清凉的水啊 真是太棒了 我们玩打水招好不好啊 好啊 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说着 四只小鹅在池塘里快乐地玩着 灰鹅和磁白鹅看着在池塘里 嬉闹着的小鹅 你看它们 玩得多开心啊 看来孩子们非常喜欢这里 那以后 我们就天天带它们来这里好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大白鹅出现了 喂 你们四个小家伙是谁家的 竟然跑到我的地盘来 四只小鹅听后一起朝大白鹅看去 它们看到大白鹅凶狠的样子显得很害怕 于是一起朝父母那里游回去 爸爸 妈妈 我害怕 爸爸 它好凶哦 孩子们 不要怕 到妈妈这里来 我说这几只小鹅怎么看着陌生呢 原来是你灰鹅的孩子啊 是的 它们是我的孩子 它们非常喜欢在这里玩 请你让它们在这里多玩一会儿吧 休想 这片池塘不属于你们的 赶快给我离开这里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 灰鹅一惊 它扭头看了一眼池塘边 它太太的翅膀下庇护着自己的孩子 它们正用期待的目光看着灰鹅 麻烦你了 只要让我的孩子在这里玩耍 我保证 以后我再也不进入这片池塘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的话 这片池塘是我的 赶快给我滚开 否则我让你好看 还有你的孩子 以后要是让我看到它们进来了 可别怪我不客气 灰鹅看着凶狠的大白鹅 最终只能无奈地转身离开 整个池塘已经没有了灰鹅一家玩耍的地方了 不管到哪里 它们遭遇到的都只有被驱逐 好热啊 爸爸 我好热啊 是啊 爸爸 我们究竟能去哪里玩水啊 唉 老公 我们总不能让孩子们一直在安上吧 你看 他们都热成什么样了 是啊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老公 为了我们的孩子 我们也要在池塘里占有一席领地啊 嗯 你说的有道理 爸爸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池塘里玩水啊 是啊 我也想去玩水 孩子们 你们耐心的等一会儿 很快就能去池塘里玩了 老公 你可要小心啊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公鹅是家庭利益的捍卫者 鹅家庭之间发生争执 通常都是由公鹅与公鹅用武力来解决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们以后能够在池塘里玩耍 灰鹅它高声大叫着朝大白鹅那里扑去 哎呀 这个家伙竟然还敢来我的地盘挑战 让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哎呀 好痛啊 知道我厉害了吧 你赶快给我离开这里 否则 我着弹你的脖子 哼 我才不认输呢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话说完 大白鹅便快速拍打着翅膀 继继续朝灰鹅发起关系 灰鹅完全处于劣势 起挥回后便败下阵了 它狼狈地逃回到自己太太那里 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一副失魂落魂的样子 爸爸这是怎么了 你们看 爸爸的脖子流血了 他受伤了 爸爸不是去给我们找碗水的地方吗 他怎么会受伤啊 不知道爸爸有没有给我们找到碗水的地方 我们过去问问他吧 你们不要过去 公鹅征战失利逃回来后 雌鹅大致有两种表现 一是学着公鹅的样子 缩语垂头 哀叫树声 表示与丈夫共同分担失败的忧伤与耻辱 称之为同情姿势 二是轻蔑地扭过头去 转身走开 表示不屑与窝囊丈夫待在一起 称之为鄙夷姿势 然而雌白鹅这两种姿势都没做 而是撑开翅膀 嘴会上呛 迈着优雅的步伐走到灰鹅身旁 脯掌高一脚 低一脚 舞膝倒膝 翅膀优美地舞动起来 兴高采烈地叫唤着 这是怎么回事 我太太为什么要这样做 要知道 只有公鹅在征战中 取得了胜利 雌鹅才会用这种仪式来欢迎公鹅 凯旋归来 我并没有取胜 而且还惨败了 雌白鹅听后依旧继续表演着庆祝仪式 四只小鹅也纷纷学着妈妈的样子 也一起表演着庆祝的动作 灰鹅看着自己的妻儿在那里表演着庆祝的动作 她的眼睛湿润了起来 不行 我不能让我的妻儿失望 我一定要赢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家伙怎么又来了 这片池塘 也有我的一份 她拍打着翅膀 朝大白鹅发起了攻击 灰鹅这一次表现得异常勇猛 起回合下来 大白鹅竟然节节后退 最终 她为自己的妻儿赢得了在池塘生活的权利 哎呀 她们一家怎么又跑进池塘里了 你还不知道啊 前几天 灰鹅把大白鹅给打败了 什么 她竟然打败了大白鹅 真是不可思议呀 可不是嘛 所以 她就获得在这里生活的权利了 灰鹅太太用她独特的方式激发了灰鹅的斗志 她之所以这样做或许是出于对丈夫的爱 不管如何 在她眼里 丈夫就是一位胜利者 灰鹅也没有让妻儿失望 最后也赢得了一席幸福快乐的其身之地呀 羊妈和狼娃 阿东家里养了一群羊 每天她都会驱赶着羊群 来到村外山林里的一片草地上 让它们吃到新鲜的青草 阿东 你怎么还在这里放羊啊 阿东 你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吗 危险 这里有什么危险呢 你不知道吗 最近山林里出现了一只狼 是啊 好多人都看到过它呢 你们说那只狼啊 我不断听说了 而且还见过呢 什么 阿东 你见过那只狼 是啊 那是一只看起来非常虚弱的狼 或许正因为身体太虚弱才会被赶出狼群吧 有好几次它都偷偷地在树林里看着我的羊群 我猜想它应该是想找机会来袭击我的羊吧 阿东 你看到那只狼不害怕吗 一只虚弱的孤狼有什么可怕的 狼一旦离开了狼群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山林里生存下去 话虽如此 不过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阿东胆子大 力气大 那只狼肯定是伤不了它的 只是要小心羊群不要被它给攻击了 嗨 没事的 我看那只狼根本就没有胆子靠近羊群 正如阿东所说 森林里的那只狗狼真的非常惧怕人类 它只敢远远地看着那些羊群在吃草 却不敢靠近 一开始羊群觉察到了狼的气息 还感到不安 但渐渐地羊群竟然也习惯了 即便看到那只狗狼出现了 也都视而不见地只顾着低头吃草 哎呀 那只狼又来了 它看上去又瘦了一圈 这个可怜的家伙 看来是很久没吃到食物了 喂 你不要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人人都怕狼 可你却见了人 倒害怕了起来 你这只狼可真是奇特啊 来 我这里也有好吃的 你吃点吧 吃吧 不用担心 吃吧 阿东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树林里的那只狼呢 什么 狼 他不会跑到这里来了吧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那只狼经常在这里出现 刚才我还喂他一个馒头呢 什么 你还喂他馒头 要知道他可是一只狼啊 我看他 饿得实在可怜 所以才给他个馒头吃呢 阿东 你真是糊涂啊 狼都是不懂得感恩的 你可怜他干什么啊 在很多人眼里 狼是忘恩负义不懂感恩的 但阿东却不这样认为 他依然在放羊的时候 带一些食物喂那只狼 怎么回事 按照以往那只狼 应该过来讨食物了 今天怎么还没来呢 不过 那只狼究竟是怎么了 我天天喂他 但他却越来越虚弱 哎呀 他来了 说着 他从树上跳了下来 朝树林边缘走去 可他来到树林边缘后 不由地吃了一惊 只见那只孤狼虚弱地躺在那里 他抬头看到阿东走过来后 便又叫了一声 哎呀 你这是怎么了 那只狼朝着阿东 呜呜地又叫了两声 并且将自己的身体挪了挪 这时候 一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狼 从他身下露了出来 哎呀 是一只小狼 他的身体原本就很虚弱 现在又产下了一只小狼 这样一来 他的身体可就更虚弱了 此时 这只狼用着悲伤的眼神 身心无助地叫了一下 接着 他用自己的嘴 将身边的小狼朝阿东这里推了过来 啊 你这是要干什么呢 你不会是 想把你的孩子托付给我吧 哎呀 这只狼竟然伤得这么重 看来它活不了多久了 真是没想到 这只狼竟然会在生命最后的时候 将它的孩子托付给我 它一定是因为我那段时间 经常给它食物 所以它认为我是个好人 会帮助它照顾孩子的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你的孩子的 就这样 阿东将这只小狼抱回家 并找了一只哺乳期的母羊 大花 对其进行喂养 天啊 母羊竟然会用自己的奶喂狼 这真是闻所未闻啊 可不是嘛 羊和狼那可是世代的冤家呀 他们怎么会这样平安无事地相处在一起呢 或许这也是它俩的缘分吧 大花它的孩子夭折了 整日里都哀伤地叫着 当我将这只小狼抱到它身边后 它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便躲到一旁 或许是因为小狼的叫声实在太可怜了 或许是因为大花它内心的母爱爆发 总之 它竟然主动来到小狼身边 并给它喂奶 原来是这样啊 阿东啊 你的胆子可真大 没想到你家的羊胆子更大 竟然做起了小狼的奶妈 阿东 你不会打算一直养着这只小狼吧 它那么小 我不养它的话 它可就死掉的 那等它长大了呢 村子里有一只狼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看 它那么小 就像一只小狗似的 从小喝羊奶长大的它 或许成不了一只真正的狼 狼中归是狼 阿东 你可不能不提防它呀 没错 阿东 狼都是不知道感恩的 大花将它喂养大 说不定它长大后 会将大花吃掉呢 啊 我想不会的 看它们的样子 简直就像是母子一般 在母羊大花的喂养下 小狼一天天的长大了 它也变得异常调皮 开始在村子里到处跑来跑去 这让村子里的村民们感到非常不安 哎呀 这不是阿东家的小狼吗 已经长这么大了 可不是嘛 它整天在村子里追击碾压 闹得一刻都不得安宁 追击碾压还不算什么 如果它再长大一些的话 说不定会追赶人呢 是啊 它可是狼啊 不行 不能让它继续留在村子里了 阿东 这只狼一天天的在长大了 我看你还是尽快将它给做妥当的安排吧 是啊 阿东 它毕竟是一只狼啊 养在身边实在是太可怕了 好了 我知道了 不过 我是绝不会伤它性命的 我将它放走还不行吗 放走 那不是放虎归山吗 它不过是一只小狼 怎么能算是放虎归山 行了 不管你要如何处理 阿东 只要你保证这只狼 以后不出现在村子里就可以了 村长 好的 我知道了 阿东没有办法 只能将那只从小养大的狼送进了山里 好了 你赶快去寻找你的同伴吧 以后不要再回来了 你听清楚没有 赶快走 不准再留在这里了 要是再不走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在阿东的言语威吓下 那小狼依旧没有离开 它依旧朝着阿东呜呜地叫着 并继续朝阿东凑过去 阿东一咬牙 狠狠地用手中的长树枝朝小狼打去 树枝梢从小狼的鼻子上划过 小狼的鼻梁被打开一道口子 血一下子流了出来 小狼疼地嗷嗷地叫着往山林里退去 快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否则 我接你一次 打你一次 小狼惊慌地看着阿东 然后转身飞快地跑进了山林 阿东看着小狼消失在山林后 铁准身离去 小狼 对不起 我会舍不得你走 我是不得已的 从那以后 小狼真的就再也没有回过村子 而阿东也没有再见过他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 阿东像往常一样驱赶着自家的羊群 到山林里的那片草地吃草 阿东 你又要赶着你家的羊群进山林吗 是啊 春天来了 那片草地一定长出嫩草来了 阿东 难道你就没听说 最近山林里来了一群狼 来了一群狼 怎么可能啊 这片山林 别说狼群了 就连我放走的那只小狼都跑走了 阿东是真的 昨天我就亲耳听到了狼的叫声 那你有亲眼见到狼群吗 那倒没有 就是嘛 说不定你听到的 只是风吹过树林的声音 好了 我会小心的 怎么可能啊 难道我连风声和狼叫声都分不出来吗 不会是小狼回来了 如果是它 现在应该已经长大了 正如阿东所料 那只小狼又回来了 不过这一次它是带着狼群回来的 山林里的狼群嗅到了猎物的味道 便一起从山林里跑了出来 对羊群进行围猎 众羊惊慌地咩咩叫着四下乱跑 哎呀 不好 竟然真的有狼群 快来人啊 狼来了 狼来了 狼群里的一只高大强壮的狼 听到阿东的喊声后愣了一下 然后急忙朝阿东那里看去 这时候 一只狼一下子将母羊大花扑倒在地 大花发出了一声绝望悲伤的叫声 哈哈 今天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说着 它张开嘴准备朝大花咬去 这时候 那只高大强壮的狼一纵声 冲了过去将它撞开 老大 若你想吃它的话 那我就再去铺抓别的羊 羊妈妈 你不要害怕 是我 啊 是小狼 它是大花从小养大的小狼 是你 真的是你 我的老娃娃 嗯 是我没有错 放过大家可以吗 好的 没问题 大狼大叫了一声 众狼纷纷停止了鼓励 然后一起朝大狼看去 那只狼看了母羊大花一眼 然后又叫了一声 接着便转身朝山林跑去 众狼也纷纷跟着它跑进山里 即便它成为了狼王 可大花在它眼里还是妈妈 羊妈妈的恩情 它还是没有忘记的啊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才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珠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记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立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时、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志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僧财、僧且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同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 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喜 www.live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dm 受八观摘戒 众解脱因 念弥陀圣号 求生极乐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八观摘戒及弥陀要解开示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传授 日期12月2日星期四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蘭大碑观音道场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佛教慈悲至夜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岁末感恩法会 神州忠明前南护法仪轨 即恭送妙法莲华经四药品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赞护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1月18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文中 文中声 烦恼轻 智慧掌 菩提声 敌地狱 出破坑 愿成佛 度众生 聪明前 聪明天 聪明天 一闻终生时 急送此济咒 古得云 文中 卧不起 护法善神称 现前 简福会 好